现在如今科技发展迅速快捷 国内外差距也日益缩小 就曲折方面而言 领克01刚刚推出几天就预定了6000台 欢迎时间齐驱并进的还有吉利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吉利旗下的一款汽车 被国人视为垃圾车 而外国人却将视为眼中的豪车 吉利博越 吉利博越在外观方面变化不大 但是加强了细节处理 它拥有全新保险杠设计 旗下天气格采用全新刀锋 且装饰镀铬铬横向视条 增加了美感 新车尾部尾灯做了优化设计 使得整车运动气息十足 全新博越在颜色上采用了黑棕双色混搭配色 增加了档次感和选择性 并且它沿用了老式的环抱式中控台的设计模式 车内还有许多的镀铬饰条及木纹饰板 加深了汽车的奢华感 升级成10.2寸的大尺寸中控品 操纵感更高 在动力方面搭载了2.4升和1.8升两款发动机 使得全新博越最大功率可达到184马力和162马力 对于这部只要11.98万就可以买到的国产豪车 国人的态度确实不屑一顾 这到底是对于国产汽车 或者说对国内科技技术的不自信 还是因为月亮都是美国的远 这种心理影响太深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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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